记者黄文瑜台南报道,为避免天然气管线老化发生危险,大台南区天然气公司将于17日上午零时起到24时,施作永康中山南路、中山北路管线改管工程,因此停止供应永康区、仁德区工业、商业、服务业天然气24小时,民生用天然气正常供应,这项工程施作将影响410户。 天然气公司指出,用户共有28000多户,天然气改管式公安考量,若是管线老化容易破裂而造成意外,挑选假日施作,主要受影响为餐饮业,在17日24时后将逐渐恢复供应。 天然气公司提醒工程施作的永康中山南路、中山北路考量工程进度施作及民众通行安全,工地周边会执行交通管制,请民众配合改道。 另外在停气期间,请勿使用瓦斯鲁锯并配合将开关关闭,恢复供起初期瓦斯鲁锯可能有点火不顺情形,要开窗保持通风。